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医疗理赔个案 主角是一个小孩 是一个婴儿女 不是一个睡半的婴儿女 是我黑胶的好朋友 真的不幸 因为她最近发烧 进了医院 亦做了理赔 今天我将这个个案分享 以及做了一个 旧的保单和新的保单 做一个比对 看看我们的理赔结果有什么分别 从而现有 拿着旧的保单的理 看看是否应该要决定 去转一个新的医疗保障 划不划不划 看完这段影片 你就知道了 基本上我们保衅公司 安城里面 主要是5个医疗保障 基本上自愿医补出来之后 我们只卖一个自愿医补 因为可以扣税 所有人都想省一点 既然的保单 很多都已经改变了自愿医补 小朋友一出生 妈妈都很聪明 都知道 小朋友的医疗需要就必定 而且是一个健康状况 当孩子一出生 基本上健康状况是良好的 良好的话 整个身体就会受保 如果他不幸 就因为有些先天疾病 可能有些地方会不受保 但如果他没有先天疾病 而他一出生 也没有医疗记录 那就麻烦各位 真的要和小朋友 买医疗 因为医疗的洗费 真的很昂贵 比我们很多的生活通胀 因为医疗通胀 已经是跑型的 基本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另外就是 寶贝仔 大家的宝贝仔 宝贝女 今晚一有事的时候 入到医院 我们要去儿童病房 可能大房枯了 那就是要去二人房 如果你买了一份 普通的大房医疗 那会有一些地方 是说 赔不足 所以应该 搞一些適合自己的保障 保佩仔 保佩女 如果入到医院 或是大房的 会有什么危险呢 就是有机会去監察感染 因为始终那么多小朋友 就像未来他们上学的话 大家互相会感染 大家有机会 那如果我是买了两人房 甚至乎有些医院的两人房 就等于是一个单人房的话 那这个风险就大大减低了 那首先 我说回 那小朋友 他叫YY YYB 就买了一只 就是AXA安性 自尊首位医疗 那就是我们王牌的医疗 那这一只医疗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 港战医保 就是可以扣税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全学师傅 这四个字 就值回千万架 因为 这份保障 是保障中身 由一千万到八千万 有分三个级别 另外 最主要是可以有免找数的赔偿 经过我们AXA安性的 网络医生 网络医院 他可以做一个安排 提早做一个预先批讯 然后去到医院的洗肺 他就由AXA安性去给 所以爸爸妈妈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 可能窄了在股票上 可能买了房地产 我未必可以拿几十万出来 但是这些钱是必须的 因为医疗不可以是 迟去治疗的 那我现在讲讲 关于这份保障 我们看看盈光幕上面 这份保障 这份保障 其实只小14天就可以买 去到80岁 其实治疗医补也挺好的 因为以前 上限60岁 提升到80岁的人士 都可以买到 最主要是身体健康 就可以买到 看回来 总共有三个级别 标准级别 就是大房 卓越级别 就是刚才讲过 我们一般都是寶寶 都会买二人房 就是卓越级别 另外就是 休想 就是单人房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级别 另外我们会再分为自负额 这份保障里面的自负额 有三个级别 第一是零自负 零自负 顾名之意就是 所有进医院的医疗洗费 由保险公司去承担 另外一个就是 两万自负 首两万就是 卓越级别的医疗保障 里面就是半私家病房 这个小朋友 每年都会有1000万保障 中生有4000万 你看到 所有项目是没有上限的 基本上是进医院的洗费 不论去房费 乘费 医分秦房费 医分的专科医生费 大中小狗 都不会特别去分 都是全眼支付 另外 它的诊断 最重要 我会觉得很重要 就是 癌症治疗 因为大家都知道 癌症治疗的费用 是很昂贵的 例如 标擺药的 可能是过百万 免疫力治疗 可能是过百万以上 还有康熊治疗 这些等等 全部都是全眼支付 看看治疗压买了多少 如果治疗压是2万 其实我也是负责2万 其余保障公司去负责 我整段人生的路途 在医疗方面 我比较安心 不用担心医疗通胀 因为是全眼支付的 另外还有出院 和出院前 和出院后的 门诊 费用都可以赔偿 可以赔偿 医疗装置 大部份都是全眼赔偿 包括什么 心脏起伐器 通胶子 通胶子 支架 这些外置的支架 都是需要钱去买的 还有分牌子 型号 还有内容性 另外还有 这个放在内置人造的 晶片 都可以是全眼支付的 人工心反 还有人工关节自换 即是关节要换个波罗盖 另外还有人工人带 还有人工追加盘等等 这些最普通的东西 其实都全部是全眼支付 另外其餘的 每年都会有15万的上限 其实都已经足够了 基本上 入医院的所有医疗洗肺 这份保障 都已经遮蓋了 另外有门诊的洗肾 也是全眼支付 还有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去住医院 我们可能在门诊做的手术 那些疗症都能够遮蓋 都可以索尚 不像以前那样 要去住医院多少个钟以上 或者一定要在医院做手术 是没有的 如果家长帮小朋友 去买这份保障 所有的保费 都可以用来扣税 每年每个人的扣税上限 就是8千元 所以其实 家长帮小朋友买 都是挺好的 可以扣税 还有 关于我们的 网络医院 我们的网络医院 也有400多位 分门别类 如果您加入了我们的计划 我们有一个 MF 可以在MF 搜索地区 在哪个地区 你想看什么科 比如精神科 骨科 全部搜索到医院 另外 我们也有很多网络医院 大家都知道 最劲 养和 养和 养和医院 都是我们的网络医院 我们有很多合作 另外还有 港儿 仁德 仁安 浸医院 中国大陆的香港大学 深圳医院 都是我们的网络医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万一 刚才说过 一个很重要 很贵的手术 我们可以事先安排好 然后去到 用网络医生 网络医院 我们可以 就走 所以我的资产 就不用拿我的流动资金 用我的钱 由保险公司 直接帮我付钱 这个计划 比较特别之处 就是我们有护士热线 这个护士热线 就可以打电话 去问护士热线 哪个方法 要看治疗 初步应该是怎么办 他都会帮助各位 当然了 如果要索尚 要理赔的 当然去找我们 我们就能帮你安排好 整个治疗 等等 之外 如果我们是没有索尚 也有奖赏 如果3年都没有索尚 我们有5%的护士 再会有10%和15%折扣 便会奖礼健康的朋友 未實常過的便宜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叫做S8GO S8GO是甚麼呢? 就是獎勵大家多走一步 走一步我會獎勵你 因為你健康 健康人士當然值得獎勵 最多可以走150步 有8折 有分幾個級別 到時如果在客戶的時候 你就可以連回你的健康 或者Google Health去看 他就會直接幫你更新每一天的步速 現在講一下這個個案的分享 威威B女 4月初有隻眼睛很不舒服 因為牠長了眼睛超致 眼睛越來越腫 直到凸起上來 好像快爆 醫生去看醫生眼科 如果BB女 睡半小孩 要起這個籠子 要做全身麻醉的手術 挺害怕的 本身就安排了手術 不幸運 4月15日 看了專科 經過養和醫院 梁醫生介紹 梁耀隆醫生 謝謝你 謝謝你幫我的朋友 接著 梁醫生介紹 就認識了 范書萍醫生 她是專做醫科的眼科醫生 小朋友在4月15日 看這個眼睛 因為 問問醫生 應該怎樣處理 之後 看完這個門診之後 不知為何有發燒 不明耐力的發燒 其實小朋友 不明耐力的發燒 家長要小心一點 因為不知為何發燒 就是要特別注意 除非打了疫苗之後 有機會有輕微的輕燒 這些就是知道 什麼原因去發燒 但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們家長真的很緊張 燒燒會不會燒壞腦 其實我們要冷靜處理 如果持續發燒 都過不了溫 那就真的有機會要入醫院 YYB女就過不了溫 所以就要入院 梁醫生就很好 真的幫我們安排入院的 所有程序等等 小朋友就可以好好地安排 特別現在在這個情況 COVID-19 是要做完COVID-19的檢測 才可以上訪 醫生很好 安排所有療程 我們免強很多入院的手足 不知問誰 有沒有床位 好多謝醫生幫忙 我再說回 16、17、18日 做了醫院三天兩夜 小朋友是要重品的 所以一般都要等 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才出院 因為要等重品之後的結果等等 你看到前面 有醫療費用 大概用了45530元 到現在 45530元 做了三天兩夜 醫院 接著有三個醫生 一個是普通科醫科醫生 另外有兩個宣科醫生 醫生的情況費 總共有三個醫生 有入院前的門診 有一次 出院後有三次門診 接下來都在安排最下一次門診 應該都可以斷尾 希望寶寶不會因為眼睛做手術 要做 因為小朋友很可憐 整個費用大概四萬多 其實真的是肉痛 因為三天兩夜已經四萬多 平均一天都賣萬多 如果沒有買醫療保險 這四萬多便是家產負責 如果買了醫療保險 都要看看醫療保險 補充多少 我現在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剛剛有兩份保險 就是我們王牌的醫療保障 還有另外一隻 基本的保障 叫生治醫療 你看到一個表裏 這個王牌 其實王牌 我已經說過 全家賠償 基本上入院就不用怕了 整個洗肺 都能夠全部可以補充 因為這些是醫療的需求 入院的 是有需要的 用得其所的 全部都賠償 加上我們是陪私家病房 即是兩遊房 在養和兩遊房 其實是陪私家病房 因為是一個人的 尤其是爸爸媽媽 可能父母都要陪床 如果房間比較寬敞 比較好舒適 因為都很辛苦 那段時間 有經理在醫院的 你就知道了 關於洗肺 我們全家支付的 醫療洗費 是有綠色的 整個洗費 都賠償 而且特別之處 因為我們媽媽和小朋友 要完結後才上房 這個住院的 檢查是免費的 醫院相對來說 比較緊張 因為早前曾經 因為有個感染的個案發生 引致醫生全部都被隔離 他們的規矩都比較厭 首先 嬰兒和媽媽都要做了 COVID-19的檢查 沒事才可以上房 另外 譬如我們探病的話 都要去治療鼻 要做一個快速測試 整個醫療洗肺裡面 這些檢查的費用 都包括了在醫院的單位 我們都可以賠償 唯獨一件事 就是嬰兒 嬰兒 之後都繼續有輕微的 反覆高燒 看醫生有轉院後的門診 都要做了一個測試 才可以上去看醫生 那次測試是不賠償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住院的COVID-19保障 如果是門診的COVID-19保障 就是不受保障 但都放心 那裡只是800元 整個洗費45000都賠償 你看到綠色的鐵巴 還要多付2000元 因為公司有個優惠 就會送轉現金 每天住院 基本上BB女都有一千元 總共有2000元 所以是賠償多個醫療洗費 也很正常應該的 因為父母首庭後庭 都要照顧小朋友 這就是雪中送客 另外我們看看中間的粉紅色 大家可以看到 粉紅色那份是 剛才我說的真摯醫療 都是資源醫保 但每件事都有上限 上限是住房費800元 醫生巡房費750元 如果我買了最基本的標準計劃 這份單 父母就要負責2萬多元 因為只能賠償2萬多元 因為每天都會有上限 所以你買一個7000多元的 就是全額支付 所有錢都賠償 還有機會賠償 但如果買了這款 就要自己補貼一點 但這款基本醫療 也有一個叫做 額外保障 如果使得了 8成 但又不能超過11萬6千 那裡面這樣計 就只需要 父母負責6千多元 賠償3萬多 都是好的 因為始終有醫療的保障 叫做有得補貼 如果真的沒有醫療 全部整個費用 就要父母承擔了 所以 好像我們這些 作為家長的 很貴的 剛剛小朋友出生 所有洗費都很貴的 現在醫療費 每天到醫院 約10,000元 只是輕病 如果重病 講到ICU 可能每天過10,000元 那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買了醫療 就真的有得選 可以選最好的醫院 最好的治療方法 最好的醫生 我們人最重要是選擇 所以趁大家健康 你就真的要選一些 適合你 可以做 跟到尾的醫療 因為好像以前 你還是保持著 一個有式的電話 大家都在用智能電話 可能跟潮流已經不合適 你都將不到醫療通脹 其實那份保單 但是不代表你不要那份保單 因為有些人沒有保險 因為有病 他不可以轉保險 所以其實都要保持著 看門口 這是最重要的 在我們保險來說 最底層最基本的就是 醫療危機 如果你做好了醫療危機 你才做一個儲錢 令到你資產提升 但是你連最底層的基本保障 你都未做好 何來做上面那層呢 所以大家要三次審試 現有的醫療保障 足不足夠 不足夠 叫我們 找我們 WhatsApp我們 大家聊聊 Thank you